请收看 慧律法师 冯雪讲座 我们身体坐在莲花上 西方三身在前面 然后再念佛号数十身 然后发愿 愿往生极乐世界 发这个愿以后 一心就正愿 随即入观 或者是临睡前发愿而睡 每天睡觉一定要做一个记住要往生的这个观想 或者是念佛的这个工作 所以发愿的时候 我们运行好好的去观想 那么有的人就很感应就会见佛 有的人就会见光 自诚恳切的求 那么从自古以来 善达大师教我们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佛妻的时候 我们就叫我们念 说弟子某某 现在是生死的凡夫 罪障深重 轮回六道 那么苦不可言 现在碰到善知识了 得我弥陀名号 本念功德一心称念 求愿往生 这个佛妻的那个客颂本都有 所以愿佛慈悲 不舍哀灵射受 所以弟子某某 不适佛身就不了解佛的向好光明 愿佛我视线 令我得见 极见观音跟四字诸菩萨众 彼仪世界中清净庄严 光明妙相等 令我寥寥得见 阿弥陀佛 然后有的人念 阿弥陀佛 因此临岁前应该 诵句做官 念佛修订 那么一夜之间的心神清吻 隆天护佑 如果我们晚上 起这个南宁的恶念 邪思 就是这个盈意心 那么我们终生 整个夜晚心神恼乱 会损害我们的身体 那么我们起心动念 都不尽又会遭这个鬼神作祟 而不可不知 其实说我们内心不清静的人 鬼神会常常找我们的麻烦 简单讲就是男女的欲 一定要淡薄 慢慢的去看破 突破它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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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